针对国内取消新冠病毒各种禁令 玉里镇代表叶维琪提出玉里镇旅游观光活动的规划一件 希望玉里镇公所可以积极处理 另外社级萨弗洛则是针对玉里镇公所 在这个月即将要装设的全镇LED灯计划提出建议 认为玉里镇193县道有急迫性 应该要先设置326盏路灯 而不是只有少数的60盏 玉里镇名代表针对目前现在国内取消了新冠状病毒各种禁令 玉里镇名代表叶维琪提出玉里镇的旅游观光活动规划等提出了建议 希望玉里镇公所可以积极的来处理 年底到6月7号还是6号解封 在过去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事故之下 我在想经济观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产业 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在我们台湾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人口数 那在博外我们看到很多 那我们也不去提博外的 那现在也影响了许多的活动 甚至有一些活动都延期了 那未来公所在下半场上半场已经过了 上半场应该都是工位专业在把关 让我们的人民好过 那未来的下半场公所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未来的下半场公所 你们将要怎么样的来执行 对我们的观光也好 对我们的经济 对我们的部落主人的生活 一切的一切 公所是不是也有想法 那过去在六月份以前 应该有很多活动都延期 甚至暂停了 那未来公所要如何来应用 那未来公所要如何来提升 我们部落的一些经济 另外休吉萨布洛 则是针对玉璃镇公所 这个月即将要装设的全镇LED灯计划 提出了意见认为 玉璃镇193县道有急迫性 先设置326盏的路灯 而不是只有少数的60盏 我说团这个那么多 两千多盏 两千多盏 我们193县 只要希望要的就362盏 我们193县都是务农的 晚上他们开灰雷 所以常常车祸 有时候跟一银鸡 像现在就 他就被他撞 我们现在鼻掌 他还罚了多少钱 就是因为那边的路灯不亮 所以我们刚才有生命载道 灯要亮 路要平 郭亚东 这是我们最基本 施政的一个攻击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先处理 玉璃镇公所回应 相关旅游推动的部分 表示说会与相关的客室主管 积极来讨论 而193县道装设路灯的部分 蔡秋龙则回应说 因为合约都已经拟定 会再来争取第二期工程 以及装设LED灯 一年所省下来的200多万的电费 来安排优先设置193县道的路灯 积极处理 不过 休息萨布罗表示 还是希望镇长 这个月就要先 优先在193县道设置300多盏的路灯 给居民以及游客安全明亮的道路 记者沟松双玉镇采访报道